菲律宾说的话到底能不能信 中非会谈刚结束 菲律宾就开始炒作南海问题 这次拿渔民来说事 大家好,我是小英皇 台湾选举的风波刚刚过去 菲律宾又没事找事 再次把枪口对准中国南海 而这次菲律宾并没有派兵强闯南海黄颜党 而是任由几个手无寸贴之力的渔民 来中国黄颜岛附近做些小动作 一点点来试探中国的底线 一般情况下 只要菲律宾政府选择派出渔民 那就是要在中国南海高舆论战 这次也不例外 前段时间中国海警在黄颜岛附近 抓到了几个捕捞海贝的非渔民 在发现非渔民的第一时间 有四名海警下水到浅滩处驱赶非渔民 正如我们所料 这些非渔民回到菲律宾以后 便极不可待的向菲律宾政府提供 所谓的证词 让菲律宾政府信誓旦旦的肯定 使中国海警骚扰了菲律宾的渔船 这样一套组合拳 是菲律宾政府最常用的手段 中国海警不止一次在中国南海 解救过外国的渔民 准确来说 中国在南海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和船只 在去年九月份 中国就在仁岸礁附近的海域 救助过渔民 菲律宾渔民 当时这位渔民被螺旋桨叶片划伤 造成失血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业务人员的及时处理 这位菲律宾渔民的伤势 在潮湿环境下只会更加的严重 可中国这样大爱无私的举动 并没有换到菲律宾政府的真心感谢 反而让他们更加不择手段 因为他们知道 中国海警不会轻易对平民动手 此后 菲律宾渔民在中国岛屿附近出现的频次 越来越高 菲律宾造假的新闻也越来越多 比如说 说中国海警伤害骚扰飞渔民等等 不过这次 我注意到中国海警驱逐菲律宾渔民的一个重要细节 在驱逐飞渔民之前 中国海警抓住了他们的渔船 坚持要求飞渔民 把所有捕捞的海贝一个不拉的倒到海里去 才可以放他们离开 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 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中国维护的不仅是领土主权 和包括海洋权益 没有中国的同意 中国南海的所有资源 其他人也没有资格带走 也就是说 虽然中国海警不会轻易伤及渔民的性命 但他们同样不会在原则底线问题上 做出丝毫让步 菲律宾政府想借渔民占中国的便宜 打算必然失败 这个信息呢 深深的刺痛了菲律宾政府的小心思 毕竟他们基于中国南海天然气资源 已经很久了 可是中国海警用实际行动告诉了菲律宾答案 想都别想根本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海警驱逐非军民之后 中非举办了有关南海问题 错上机制的第八次会议 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之后 菲律宾海警发言人还在社交媒体上 大眼不参地表示 希望中方懂得诚意和承诺的内涵 要落实会议内容 这位非方的海警发言人话里话外 都在为非渔民民应不平 坚持认为中国海警骚扰非渔民 思考没有尊重中国南海主权和权益 这给我们提了一个性 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 不会收手 更没有下线 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利用非渔民 继续炒作南海问题 保持南海问题的热度 同时呢 菲律宾也不会拒绝与中国沟通对话 但说到和做到是两码事 他们更愿意一边和中国拖延时间 另一边和其他国家展开 对抗中国的军事合作 前几天 菲律宾就和加拿大签署了防务合作 谅解备忘录 非防长还表示 双方的驻军协议也有望达成 事实上 日本在菲律宾驻军的日子也不远了 对于这种情况 中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